艾婷 我覺得你聲音比較好聽 有像嗎 怎麼會有人脖子跟我一樣長 來不來看十遍 呵呵呵媽咪 呵呵呵好乖好乖 手機 大家好我是白痴公主A-痴痴小雞 經營IG還有臉書這麼多年了 我就很常收到私訊說什麼 我是不是出現在哪個地方 然後還拍照給我看 我看就知道不是我 因為重點是我就是在家啊 難道真的那麼多人像我嗎 不如這樣子好了 我就來辦一個 長得像痴痴人複製人大賽的活動 所以呢我今天就找了幾位 跟我很像的觀眾 我要從裡面選出一位 長得跟我最像的人 順便來聊一些我們的私密話題 那我們就來歡迎痴痴複製人一號 嗨嗨嗨Apple有沒有像 有像嗎 而且我們穿衣風格也蠻像的耶 然後身型也蠻像的耶 然後身型也蠻像的 拼拼的 拼拼的沒有 有啊你這個是什麼 粉紅貝貝 他叫阿田 其實阿田以前的名字叫做小頭頭 你這樣一個是嗎 不是不是 我要幫Apple直接加兩分 因為他的身型跟穿衣風格是真的跟我蠻像的 還有你這個貝貝 我們歡迎痴痴複製人二號宇佩 你有被說像嗎 我不認識的人他突然會叫我 Agent 我就 我哪裡有Agent 而且你脖子也太長了 我超長的 怎麼會有人脖子跟我一樣長 我去照X光的時候 那個醫師就有說 就是一般人可能是六節 然後我是七節 很長嗎 還好吧 有嗎 很大 很大 這個我也想要加兩分耶 然後我們歡迎痴痴複製人三號 你是裡面唯一沒有瀏海的 我很欣賞你 所以我們團隊選了你來參加 我就是運輸業 然後就是直接客人都會直接說 現在是不是正在拍片 可是你之前是有瀏海的嗎 有瀏海 其實我在上班的時候都是有瀏海的 吃吃複製人四號 你是不是比較像困寶我就問 可能很多人說你像喔 嗯 蠻多人的 而且你聲音好好聽喔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郭夏老師 那是好 就是有一些小朋友會跟我說 他們就是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就覺得很像 覺得你的聲音也很像 欸甜 欸甜 我覺得你聲音比較好聽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 哈哈哈 等一下 笑聲有笑 欸有聲音加兩分啦 歡迎痴痴複製人五號 你是原住民嗎 不是 已經從小被問到大了 一點協同都沒有 我也一直被說我像原住民耶 其實還被老師罵 欸廣播原住民的小朋友趕快去喔 啊怎麼還不去 啊我就不是咩 那最印象深刻 被路上的人認成白雪公主的經驗 戴口罩的時候 眼睛的部分 我又想要幫他加兩分了 到底誰的小貝貝跟睡衣的型態 風格跟我比較像 他叫阿卜 對然後我睡覺我都是這樣抓著他 可是你抓著他的話 你睡覺都不會把他鬆開嗎 喔喔 喔會啊 所以這個是有口水嗎 喔我前幾天也有洗過 是嗎 他陪伴我很久了 從國小 一年級 那你為什麼想要有小貝貝啊 喔 因為我沒有小貝 我就會睡不著 我懂 你小貝貝咧 我沒有小貝貝 所以他誰 他是我女兒的玩偶 我跟他搶 假設他長大還是想要抱這個出門 你准許嗎 可以啊 但是他好像也沒很喜歡 Apple 你這個才是真的破步吧 他幾年了 比我還老吧 就小時候是baby的時候 我就躺在上面 所以他已經有你喜歡的味道了 有 但我上禮拜有拿去洗啦 你們幹嘛那麼乾淨啊 小貝貝幹嘛要洗啊 困操的是誰 他是阿鵝 他是企鵝嗎 他是企鵝嗎 他是企鵝的阿鐵 你應該是裡面最不正常的 因為他在前面太乾淨了 小貝貝怎麼會很乾淨呢 還有更大的 你平常穿睡衣就這樣嗎 這個是 葫蘆裝 你的也好可愛 很正常 對啊就乾乾淨淨的 T恤 困操的也是 我的跳舞然後有一個團 然後這是我們的團服 你們都太乾淨了 這兩個潔癖的 你們太奇怪了很潔癖 啊你咧 不穿衣服睡覺 再講一次 我不穿衣服睡覺 我裸睡 那我已經選出我心目中的前三名了 我心目中的貝貝的第一名 Apple Yeah 你的故障 好破喔 第二名是 宇佩 他有鼻血在喔 真的嗎 對 你剛剛應該先講的 我可能會想要跟你同分耶 第三名 我決定給你女兒 因為我希望他可以養成三十年啊 然後都抱著這個娃娃長大 好 謝謝 我心目中第一名的睡衣 還是一樣是宇佩 因為跟我一樣 沒在穿衣服 穿衣服很不舒服 對啊 困操 你是我心目中的第二名 我以前 國高中大學的時候 我也會穿我們學校的戲服 跟社服睡覺 然後就讓我想到了過去 學生時期的時候 第三名 我還是想要給Vivi耶 很好 因為你的睡衣其實蠻像我大學的時候會穿 就是我會穿整套的那一種 睡眠也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沒有睡好覺怎麼會漂亮呢 今天我們開睡衣趴 就是要來聊聊 蓋棉被 純睡覺的一些小秘密 默契大考驗 來首先我們這是五位吃吃複製人 第一題 這一題的題目有兩個 但是要兩個都一樣的話 就有機會得一分 你們睡前的儀式是什麼 還有睡醒來第一件事情做什麼事情 3 2 1 滑手機 餵奶餵奶Vivi 難道是我不正常嗎 睡前的時候要先 聞一下阿田的味道 然後睡起來通常 枕頭會不見 所以我就要在床底下撈我的阿田啊 我真的對你們太失望了 下一題 睡覺的怪癖有哪些 我會選兩個答案 只要有跟我一樣答案就可以有一分 3 2 1 解答 蛤 咬誰 咬他 咬他 趴著開是什麼 趴著開始脫衣服 你們可不可以頓句頓好一點 唯你有加一分 困寶也有 抱著一個東西 這題呢 我覺得應該蠻簡單 也是送分題 你們最怕生理期的時候 困擾跟碰到什麼事情 可以多寫沒關係 只要有一項跟我一樣就可以是對的 3 2 1 請解答 找不到廁所 沒有綿綿 側露 床單 妹妹悶熱 身體痛 影響行程 跳舞的時候 會摩擦 外露 該逼癢 露出來睡覺不安心 一下四位妹妹 都各加一分 我這可能就是那種 宣理期比較不固定 然後通常已經來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我其實除了正睡啊 還是會側睡 然後會滾來滾去的 所以我還是很擔心說 會有外露的問題 而且我最怕的是你知道 有時候我會不小心 就是阿田沒有在身上 他是在我的腳邊 跟大腿邊 你看像那什麼 宇佩一樣 血就這樣沾到自己的小輩輩怎麼辦 我沒有辦法接受 阿田身上會有血 我也不想啊 因為我睡相就很差啊 然後月經來那幾天 我都會硬筋就不要翻 我其實不只露啊 其實我還超怕悶的 因為像我就量稍微多一點 每次睡覺屁屁下面 就墊一個毛巾啊 或布什麼的 漂亮的床單如果毀掉 就會覺得很可惜很心疼啊 我懂這種感覺 你知道月經來啊 其實就是 不知道怎麼很容易試睡 你會嗎 真的我也會 對啊然後就睡很久 等於是你那個棉 就一直悶站在裡面 你還記不記得以前 我們可能大部分出境來的時候 大概是國中 或是國小 請好姐妹然後幫忙看一下說 欸你有沒有露出來 然後有沒有沾到內褲 或沾到褲子這樣 我想說有可能是因為 學生時期可能才剛開始吧 結果不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就出了社會 然後上了大學還是一樣 會有外露的問題 我之前國中的時候 我是拿就是通常書包 不是側背包嗎 我還拿書包 就是擋在我屁股後面 我用外套擋 喔對 也會這樣綁一綁 可是現在就很難啊 然後我就想說 假設如果有比較好一點的衛生餅 不會外露的話 那我幹嘛要那麼麻煩 但是我寫快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在錄影前呢 我們的這個經紀人佩姐呢 還記得這個適用給我 好自在熊抱氣墊安睡棉 但是這個氣墊呢 也可以抱著你的妹妹 抱著你的妹妹 就會非常的舒服 因為這個氣墊安睡棉呢 它非常的薄 那沒有到很厚 那如果你很厚的話 就會變太厚 變太厚呢 就會找不到皇上 那你就會覺得 它悶悶的就不舒服 其實那時候 我在墊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說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就不會覺得其實特別的悶 可是這個衛生棉呢 是會呼吸的 MitsutakaQ 被生棉 42.5公分超長的耶 尾翼有加寬 防露好安心 告別悶熱 量再大都可以瞬間吸收 妹妹和我都在呼吸 我們就是要來測試一下 到底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左邊這個呢 比較厚的是一般的夜用被生棉 好吃在熊抱氣墊安睡棉就飽很多耶 我的天啊 欸 飽好多喔 好 我們要來測試一下 這兩邊的溫度會不會一樣 我們都是倒入37度溫度的水 再來這個一般的夜用被生棉 36.7 然後要來測試我們另外一邊的 熊抱氣墊安睡棉 吸收更快 馬上就乾了 欸 馬上滲進去耶 35度 欸 真的有差耶 第一次看到不悶熱又防露的 好的 我們謝謝這五位吃吃複製人 不曉得你們覺得誰可能分數比較高呢 第二名跟第三名呢 都是同分 我們先來公布第二名和第三名 分別是 Apple跟昆寶 耶 再來是我們的第一名冠軍 你們猜是誰 其實沒有自信 不要沒有自信 因為你真的算是最後一名沒有錯 真的 這個還是很有加分的 好嗎 好啦 我要來公布我們這次的吃吃複製人 第一名 就是 雨霈 耶 我們來恭喜我們的吃吃複製人 冠軍得主 雨霈 來 我們這邊請 第一名呢可以得到吃吃大禮包 謝謝 耶 耶 耶 很小我驕傲 是的 底下呢就是 第一屆吃吃複製人的選拔大賽 那不曉得還會不會有下一屆呢 那如果喜歡吃吃的影片 記得看個十遍 訂閱頻道按讚粉絲團 追蹤區底下留言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有人說你們像安娜貝爾嗎 有 有 怎麼會這樣子啊 你們沒有生氣嗎 我們下次見 有像安娜貝爾嗎 我就問 沒有吧 有嗎 下次見 我是白癡公主 我愛小八七 小八七也愛我 我們一起又翻又滾 還是不後露 抄襲清透 熊抱安睡好自在 我之前就看到留言 聽聽長得好像遲遲 他們就會take他們的朋友 被說像我的人就會 哪裡像 哪有像我漂亮多了 我就覺得很受傷 我很舒服 而且是我起步來了 WEE WEE WEE